万里区归后渔港旁除了有美丽的维纳斯海景 一旁的翡翠湾也是相当的美丽 不过就在日前太平洋建设结束营业之后 不再沉租这片沙滩美景不再 为此相当关心北海岸沿岸观光发展的立委黄国昌 不断寻求在地企业的任养 借此维护沙滩的清洁 本来之前是太平洋他从租借 那因为太平洋时间到期了 所以说现在国有力已经收回了 那湖滑最近就湖滑所以我在谈说 这个沙滩上他会任养做整理 那今天我们会同国财产署来跟他做一些规划 看有几笔土地他们做任养 还有一些范围的期益在哪边 那今天总共差不多有 大致上算有十一笔 不过现在任养起来大致上应该有八笔左右 今天由立委服务处发起 邀集国有财产署以及福华饭店前来会刊 计划未来这片沙滩将由福华饭店来任养 因此今天的会看要来确认任养沙滩的地界 而沙滩清洁过后未来也将规划活动办理 让这片沙滩再度火落 国财产区今天派回去评估报告以后会做 更符合做一个交接 就是说看有没有办法让他做沉租 做任养 那以后变成说这边山整理干净以后 北关注这边还会做后面的一些建设来做 所以说今天先做一些任养 这段空端期间先他符合做任养 因为火吹岸是一个北部地区很漂亮的地方 那因为我们的饭店又在这里 然后我们希望他这个沙滩呢 是一个非常干净 而且是可以让游客很自由很安全的去玩 所以我们才想说跟国有财产署来任养 任养这样的地 然后平常我们来维护 然后让游客很开心的来这里玩 而实地来到现场 可以见到三月才刚清过的沙滩 已经布满了漂流垃圾 可见任养清洁并不容易 对此福华饭店也表示 愿意来发挥在地的企业责任 为观光发展 也为地球环保尽一份心力 要让这片沙滩重现美丽 记者 廖平衡 万里 采访报道